清朝嘉庆年间 福建张州府某村有一个叫汪红的少年 长得貌美俊朗 汪红之父是个盗贼 在城中结交一帮胡鹏狗友到处盗窃抢劫 全家人过着寄一顿保一顿的日子 汪红的母亲谢氏曾多次劝说丈夫要走正道 丈夫却不肯听从 日子没过多久 汪红之父就被人乱刀砍死在了大街上 汪红之母见丈夫被人杀死 忧愁之下上吊身亡 留下了汪红独自一人生活 汪红虽然长得貌美俊朗 却遗传了其父好逸勿劳的品性 在父母双亡之后也不肯老老实实做人 最终被一个流姓官员在花园里当男妾 汪红善于谄媚奉承 流姓官员见她实在乖巧 于是就给她娶了一个妻子 妻子是一个叫杜月娥的丫鬟 杜月娥本是陈北一个周铺老板的女儿 周铺老板前几年病逝之后 只留下了杜月娥和母亲独自生活 后来杜月娥被卖到流姓官员家里当丫鬟 再后来就被许配给了汪红当妻子 杜月娥长得小家碧玉且勤劳能干 不到一年时间就生下了一个女儿 名叫贵心 过了两年之后又生下了一个女儿起名叫贵姬 两个女儿很快长大都出落的婷婷玉女貌美如花 汪红名声不好很多人家都垂涎两个女儿貌美 却没有人愿意上门提亲 两个女儿长大之后汪红家中日益贫困 已经到了接不开锅的地步 妻子杜月娥让汪红出门谋生 自食其力挣钱养家糊口 两个女儿嫁不出去 一大家子每天要那么多钱花销吃喝 一向懒惰的汪红不得不出门做工挣钱了 妻子和女儿将汪红送出了家门 汪红带着一个包袱 头也不回地就离开了家 汪红走后却一直音讯全无 再也没有回到家里 杜月娥母子三人在家 日子艰难得无法过活 邻居有个光棍叫黄元三 家里多少有些父亲留下的积业 她浪荡习惯了 一直没有娶妻成家 杜月娥经常向黄元三借柴米油盐 黄元三从来都不推辞 欣然借给杜月娥母女 黄元三曾告诉杜月娥 她的丈夫出门数月不回 丢下一家三口等着饿肚子 若不是她好心借米借油 杜月娥母女只怕腰饿死了 杜月娥听了黄元三的话 又忍不住落下眼泪来 黄元三安慰了杜月娥一番 告诉她借出去的柴米油盐 无论多少都不用她归还 她只想和杜月娥结拜为兄妹 杜月娥听了黄元三的话 自然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 于是婉言拒绝了她 黄元三虽然被拒绝 但还是一直很殷勤地给杜月娥家送吃送喝 嘉庆15年公元1810年元宵节 村里大街小巷四处张灯结彩 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来庆祝元宵节 人身顶沸喧嚣 好一片欢乐祥和的样子 黄元三趁着人群混乱 悄悄从后门爬进了杜月娥的家 此时杜月娥正在缝补衣服 黄元三进门后也不躲避 而是对杜月娥嘘寒问暖 杜月娥按照以往一样 端来一杯茶给她喝 黄元三把茶水一饮而尽 随后便与杜月娥拉起了家常 天完全黑下来后 杜月娥的两个女儿出门看灯去了 黄元三便与杜月娥吹灯共眠 从此以后黄元三来往杜月娥家里不必嫌人 二人关系如同夫妻一般 三个月后的一天 杜月娥早早起床弄了一张面饼 又倒了一碗酒放在桌子上 让黄元三吃了饼喝了酒 去镇上买布来做衣服 黄元三一句话也没有说 吃了饼后端起碗就把酒喝光 杜月娥让黄元三赶紧动身上路 否则就会耽误时间了 黄元三见杜月娥催促 于是匆匆忙忙走出了家门 黄元三要去镇上买布 必须要经过三个村子 当经过第二个村子时 黄元三觉得肚子饿得不行 于是走进了王九开的一家饭馆里吃饭 黄元三端起一碗粥喝了大半碗 突然感觉肚子像被刀绞一般疼痛不已 黄元三赶紧丢下碗 口鼻耳目顿时流出鲜血来 黄元三还没来得及喊叫一声 当场就倒地身亡了 黄元三喝了粥死在店里 毕宝立刻带着人前来调查 见黄元三喝了粥被毒死 于是立刻把黄元三的弟弟黄平找来 黄平见哥哥死在饭店里 当即说黄九在周里下毒害死了他的哥哥 当天下午的饱和黄平把黄九扭送去了县衙 但黄九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毒死了黄元三 武作只好解剖黄元三的尸体 结果发现黄元三的胃里有毒药残留 县令又把黄九严刑拷打 黄九被打得死去活来 十个手指头被夹得稀烂 黄九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最后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 被强行按了手印画了呀 县令拿到画鸭的口供 当即把黄九打入死牢 等待秋后处决 黄九被判斩首 家人们对此不服 亲自跑去巡抚衙门告状 恳求巡抚大人重审此案 黄九根本不可能下毒杀人 他根本就是被冤枉的 当时的巡抚叫吴阳山 吴巡抚听了黄九家属的控诉 觉得此案颇为蹊跷 疑点也非常多 最大的一个疑点是 黄九开门做生意 巴不得更多的人上门喝粥 怎么可能会在自己的饭店里下毒呢 黄九这样做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 而且谋杀是大罪 黄九不至于笨到如此程度 吴巡抚让人把黄九提来审理重审 黄九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出来 吴巡抚听了王九的述说 虽然觉得此案有疑点 却也一时半会而找不到破案的线索 春天的一个夜晚 吴巡抚正在拂案思考案情 不知不觉间昏昏沉沉地睡去 灯火恐耸之中 吴巡抚渐渐进入梦乡里 他隐约看到一条黄狗 头上有三根很长的毛 黄狗不知道从哪里叼来一只大白鹅 黄狗叼着大白鹅来到吴巡抚的面前 低头不断低声哀嚎 吴巡抚从梦中清醒过来 他觉得此案颇为怪异 黄元三的小名就叫狗儿 黄狗叼着一只大白鹅前来 看来这是一种暗示 吴巡抚找来地宝 询问他城中是否有名字与鹅相关的人 地宝很快就回来了 他说黄元三的邻居就叫杜月鹅 杜月鹅的丈夫多年前出门挣钱 后来就一直没有返回家里 兴许是已经死在外面了 吴巡抚一听心中惊讶不已 当即派人去捉拿杜月鹅来审问 在大唐之上 吴巡抚问杜月鹅为何要还是黄元三 杜月鹅说他根本就没有毒害黄元三 黄元三对他们一家恩重如山 若没有黄元三的照顾 他们母女三人早就饿死了 吴巡抚见杜月鹅不肯招供 于是说出了昨晚做的那个怪梦 杜月鹅听了吴巡抚的话 还是不肯承认杀了黄元三 吴巡抚又找来黄元三的邻居 邻居们都指认杜月鹅与黄元三四通 那天黄元三匆匆出门时 邻居们都看到了 邻居们的证词也只是一面之词 没有办法让杜月鹅认罪 就在吴巡抚与杜月鹅争论之时 巡抚衙门大唐外来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就是杜月鹅的大女儿贵心 贵心当场指认杜月鹅杀死了黄元三 女儿当场指证 杜月鹅无话可说 只得承认了杀死黄元三的真相 原来黄元三与杜月鹅私混了两年之后 渐渐对杜月鹅产生了厌烦 因为黄元三原本就是个登途浪子 他假装好人接近杜月鹅母女 就是垂涎杜月鹅母女的美貌 杜月鹅的大女儿贵心也是个水性洋花的人 他私底下被着杜月鹅与黄元三勾搭私混 黄元三巴不得每人头怀送抱 沉迷在与贵心的甜蜜之中 渐渐冷漠了杜月鹅 杜月鹅见黄元三变了心 产生了极度和怨恨之心来 杜月鹅找黄元三理论 还被黄元三辱骂了一番 杜月鹅怀恨在心 决定让黄元三付出代价 杜月鹅想出了一条毒计 他想若是在家里杀死黄元三 必然会连累他们一家 若是在外杀死黄元三 他一个弱女子就没有这个能力 于是便经过一番思考后 想到了一条毒计 他早早起床给黄元三弄了一张面饼 又在酒里下了毒药 看着黄元三喝下毒酒之后 他又催促黄元三赶快上路 杜月鹅算好了时间 按照黄元三行走的速度 当他走到第二个村子时 就会毒发身亡 黄元三死在路上 这样一来既能杀了他 又不用承担罪责 果然黄元三再来到第二个村子时 发现肚子有些饿了 于是走进王九的饭店吃饭 结果刚刚喝了半碗粥 黄元三就因为毒发身亡了 饭店老板王九这一下就倒霉了 他被当成了杀人犯 在县令的一番言行拷打之下 他不得不屈打陈昭承认了罪行 结果糊涂县令乱判糊涂案 王九被判了斩首 差点丢了性命 若不是吴巡府及时重审此案 又做了那个奇怪的梦 坚定了此案是冤案 否则王九必然人头落地了 杜月娥设计毒杀黄元三 杜月娥一家的关系实在是混乱 杜月娥的丈夫原先是别人的男宠 杜月娥又与黄元三四通 黄元三又与贵心四通 黄元三贪图杜月娥母女美貌假意献殷勤 罪该判处死刑 贵心与黄元三四通 已经违背了人伦 按律该判处绞刑 但是他揭发其母罪行有功 所以判处账则五十大板 以示训诫 杜月娥不守妇道 毒杀黄元三 案该律判处斩首 这桩案子被称为嘉庆奇案 这桩案子奇就奇在杜月娥家里乱如麻的关系 家风不正是导致祸患的根源 杜月娥一家的悲剧就在于此 最后无寻抚案律判处杜月娥斩首 贵心仗则五十大板 此案告诫后人 家风对一个家庭有多重要 良好的家风是维系家庭和睦的关键 若家风败坏了 则距离灾难也就不远了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将为您分享更多您喜欢的内容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